下载iTalk BBTV App 观看更多精彩视频 6月死亡病例中有明显不同于新冠肺炎的情况 该病致死率远高于新冠肺炎 哈萨克斯坦卫生部等机构正在对这种肺炎病毒进行对比研究 尚未予以明确定性 哈萨克斯坦政府于7月5日重启为期两周的隔离限制措施 这也使哈萨克斯坦成为全球首个因为新冠肺炎扩散而再度采取隔离措施的国家 截止7月9日10点哈萨克斯坦全国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53021例 日增长率3.8% 63.9%的新冠肺炎患者已康复出院 仍在院治疗的占30%左右 入院患者中约8000人为轻症患者 260名患者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 72%的重症患者已使用呼吸机 此外还有2.8万名核酸检测结果呈阴性的肺炎患者在医院接受治疗 绝大多数是中症 330名为重症 其中也包括中国公民 7月8号 哈萨克斯坦托卡耶夫总统发表电视讲话 表示哈萨克斯坦新冠疫情形势依然严峻 民众应充分认识病毒威胁 把它视为普通流感是错误的 目前全球确诊人数超过1200万 50多万人死亡 哈萨克斯坦在疫情之初果断采取严格措施 有效防止疫情蔓延 托卡耶夫坦言 哈的卫生系统尚不具备应对大规模感染的能力 加之民众不遵守隔离制度 原卫生部领导系统性的错误 地方政府的行动迟缓等原因 哈萨克斯坦不得不面对第二波疫情 考虑到这些因素 哈萨克斯坦再次采取为期两周的隔离措施 未来14天是关键时刻 努尔苏丹市公共卫生局首席传染病学家 阿特加耶瓦说我在这个行业工作了28年 从未见过这种情况 许多人死亡就是因为人们对疫情已经麻木 许多人上街或参加聚会 结果造成相互传染 乌拉尔周报编辑阿赫梅纪亚罗夫表示 许多哈萨克斯坦人甚至根本不相信疾病的存在 政府宣布已度过疫情高峰 而事实上只是在接近峰值 三月份每天只有几十例确诊 而现在每天都有数百例 医生已经精疲力尽 百姓也无前治疗 阿拉姆图市律师奥斯潘表示 目前哈的情况与三月份的意大利类似 感染人数快速增长 人们曾认为这是一种根本不存在的疾病 而现在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人患病 目前对哈萨克斯坦新发肺炎尚未有明确结论 但外界认为有几个可能 一个是这是新冠肺炎病毒的一种新型的变种 另外一个可能是像牛津大学的科学家所说的 新冠病毒可能早已在世界各地潜伏 只是在不同的环境因素下 在不同的时间被激活 也许这次被激活的 是在哈萨克斯坦本地潜伏的新冠病毒的一个变种 第三种可能是自然界的某种病毒 与新冠病毒在某种情况下产生了重组 产生一种更新型的肺炎病毒 总之看来2020年确实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年份 标志着人类与传染病的战争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